曾经有这样一位女子 与族人们一起奔波数日 翻山越岭 甚至横跨了黄海 最终竟然到了一座半岛上 成为了皇后 这位女子便是许黄玉 她嫁给了嘉耶国的国王金手陆王 而这座半岛 其实是现如今的朝鲜半岛 嘉耶国的后人就是现在的朝鲜族 在朝鲜族的古籍里 记载着许黄玉是印度阿玉陀的公主 但经过后人的考证 却发现不是这样 许黄玉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 那么她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身份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许黄玉历经万难 来到了朝鲜半岛 一望无际的海面上 原本应该风平浪静 但此时却狂风打坐 而在海中心有一艘中等大小的船 正在原地打转 船上 掌翻人正艰难地控制着翻的方向 一扭头却大惊失色 小姐 您怎么出来了 快回去 这里危险 被称为 小姐的女子 却摇了摇 但他有ические Catherine 他扶着身边的船杆 闭着眼睛 看向了远处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左右, 船身终于不晃了, 海面恢复了瓶颈, 许黄玉又出了船舱, 带领着众人一起将船里的海水给咬了出去, 等一切整理完毕后, 他抬头望了望太阳, 一指方向往那边走, 许黄玉回头扫尸了一圈, 面目疲惫的众人鼓励道, 大家再坚持一下, 相信很快就有落脚之地了, 还是说你们打算就这样放弃, 原部返回后被昏庸无道的皇帝给抓住, 落得无比凄惨的下场, 许黄玉的话令众人的心中一灵, 连忙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 又是一段枯燥无味且漫长的海上漂泊, 就在这时, 人们的眼中突然映入了大片的绿色, 众人呆愣地站起身, 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这座半岛, 寂静离顺后, 突然爆发了如雷般的欢呼声, 几十人一同欢呼的动静可不小, 顿时吸引来半岛上的居民前来围观, 这座半岛就是现如今的朝鲜半岛, 而岛上的居民是三韩民族中, 由汴汉部落建立起来的嘉耶联盟居民, 此时差不多有半个部落的人都跑到了这艘船的面前, 好奇地打量着从船上下来的这些人, 有人发现了许黄玉的存在, 顿时倒吸了一口气, 许黄玉的美貌吸引了金手鹿王, 称为皇后, 美, 实在是太美了, 什么, 角角西似青云之碧月, 飘飘息若回风之流雪, 水尘为古玉为姬, 都可以用来形容他, 许黄玉的美貌很快便在半岛中传播开来, 甚至惊动了金冠家业的开创人, 金手鹿王, 他亲自前来见了许黄玉, 这一眼便中了情, 金手鹿王毫不犹豫地向许黄玉, 表达了自己的喜爱之情, 并扬言要让他做自己的皇后, 许黄玉看着面前的男子, 心中惊疑不定, 但异想身后, 靠着自己活命的族人, 一咬牙向金手鹿王行了一礼, 许久没有练习过朝鲜语, 因此说得磕磕绊绊, 您好, 国王笔下, 我是印度阿瑜陀国派来的公主, 说出的名字却是汉名, 许黄玉, 许黄玉在公元33年7月7日出生于鱼郡浦州, 也就是现如今的四川安月县, 她的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 从小衣食无忧, 而良好的家庭氛围更是让她自幼时起就有了, 民族小姐的贵气, 她非常喜爱读书, 各类书籍都有设计, 不过许黄玉与一般的大家闺秀, 有一点不太养, 她的性格更加活泼, 对外界的事物十分好奇, 而自幼就宠爱她的父亲, 便因此为她请了当地十分有名的儒师, 传授她知识, 她勤奋好学, 且在语言上有着极高的天赋, 学会了好几种外国语言, 可以做到日常交流, 原本许黄玉应该就这样幸福快乐地长大成人, 然后嫁给一位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 可惜命运弄人, 公元二十五年, 在光无地的统治下, 地主势力崛起, 各地的豪强地主, 敲取豪夺, 压榨普通百姓, 百姓在这种境遇里苦不堪言, 最终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叛乱, 公元四十七年, 四川发生了以雷迁为首, 规模浩大的叛乱, 朝廷慌不择路, 派来了威武将军流上率领上万的将士们前来清剿, 经过一年多的生死搏斗, 雷迁带领的众人最终还是寡不敌众, 战败, 此年, 朝廷害怕再有雷迁这样的人物出现, 就把一大部分四川居民叛卫了, 乱民, 朝廷排士兵将这七千多人, 包括许黄玉和他的族人, 一同押送至江甲地区, 正是如花年龄的许黄玉被迫走上了流放之路, 而在押送的路上, 这一行人受尽了官兵的欺凌与折磨, 忍无可忍的众人捡起了地上的树棍, 石头, 面露疯狂地向那群士兵冲了过去, 许黄玉的家族总共有二十多人, 这一瞬间的爆发, 让跟在最后的官兵们始料未及, 等回过神来, 这些人已经杀了守在船边的官兵, 夺船而逃了, 一路向东逝去, 几乎在海上漂流了两个多月, 才在公元四八年七月的时候, 登上了这座半岛, 而昔日的许家小姐摇身一变, 成为了嘉耶国的皇后, 许黄玉虽然自称是印度阿玉陀的公主, 但他从一开始就路动百出, 没有佩戴头巾, 告诉金手鹿王的名字也是, 汉明在与嘉耶国人交谈时, 使用的也不是印度阿玉陀的礼仪, 不过似乎是嘉耶国的消息比较封闭, 又或者金手鹿王并不在意他的出身, 竟然没有人质疑他的身份, 金手鹿王虽然一开始是因为许黄玉的美貌, 才娶她做皇后的, 但在接触下来后, 她是真的对这个坚强聪慧的女子动了心, 因此在婚后, 她对许黄玉可谓是非常宠爱, 得到了什么稀奇好看的物件, 都会先送到许黄玉的手上, 许黄玉感激金手鹿王的收留之情, 再加上金手鹿王对自己百般温柔与体贴, 他渐渐放下了心中的戒备, 两人的婚后生活非常幸福甜蜜, 许黄玉和金手鹿王公遇了十个孩子, 其中两个孩子随了母姓姓许, 这也导致了后世的朝鲜族, 金姓不能语, 刘姓通婚, 因为是有血脉关系的, 许黄玉成为了皇后, 自然要当起皇后的责任, 她将中国东汉时期最为发达的农耕, 水利, 养殖, 编织等技术, 带到了家业国, 使当地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她还把东汉的一些政治, 文化制度也引进到了家业国, 使得国家日益强盛, 这一生, 许黄玉拥有着幸福的童年, 奔波劳累的少年时期, 到最后是圆满的晚年, 可谓是精彩绝伦, 公元189年3月, 这位谱写了一段传奇历史的浦州太后世事, 享年157岁, 而她的身份知谜揭开, 却是在几百年后了, 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 家业国逐渐演变为了现在的朝鲜, 而他们与外界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多, 许黄玉身世的疑点也逐渐复出水面, 许黄玉自称是印度阿与陀国的公主, 但在公元前六世纪, 阿与陀国被摩羯陀国吞灭, 已经没有了, 那么她这个公主是从何而来? 于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有一位来自韩国的考古学家到四川省进行调查, 终于在安岳县云香许家坝, 找到了与许黄玉目前的图案一致的双鱼文, 于是许黄玉的真正身世才被揭露, 也是因为这样, 云香许家坝的族人和韩国的许氏宗亲结下了缘分, 而每年韩国的许氏宗亲总会到四川祭拜, 表达对浦州太后的追思和敬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